欢迎回到BetterMe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访问到的是 结阳数位行销的营运长 花上瑶小姐 分享到她无心插流流成因 成为企业主的一个心路历程 不过上瑶刚刚也很诚实的讲说 其实在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 成立公司 那毕竟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当然听起来就是说 原来的那个大客户 他是自然而然来的 那你把它经营好了 就一路走下去成为很好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但是对于管理人跟财务方面 其实那个就是跟行销 它其实是非常不同的领域 我也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他也许在业务方面厉害 在行销方面很厉害 可是他在管理人呢 或者是财务控管上 一旦出了问题 其实企业也会很难存活下去 我们先谈谈管理人的部分好了 不过我听说 虽然你的管理是属于比较无而知的 但是你的员工通常都留得很久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公司的员工 因为我创业期的时候 开始在扩展业务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直就进来公司了 然后一路跟随一起成长这样子 所以有革命情感的部分 对 好 可是我觉得假设说你们是一直在艰苦的经营当中 呃员工难道不会有觉得有相对的压力吗 呃员工会有压力 可是因为我们有分层 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压力 其实我不会丢给他们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案子最深 最艰难的任务是沟通跟呈现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刚才有提到企划的阶段 那企划的阶段里面有很多的 从产生创意到执行到结果 那那一段我们会分工把它share掉 那真正就是说在执行案子的部分 我们有分设计 就网页设计师跟工程师还有PM 所以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比较 呃分配的一个协同作业的一个 一个工作的领域 所以不用呃 因为我们是比较偏无为而治嘛 所以大家等于说把自己任类的职务的一个 职长去做到最好的呈现 那其他的都会透过公司的分配 或者是承担去让他们比较无后顾之忧 我相信你讲这样是蛮客气的啦 我觉得你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磁场 因为说真的现在所有在开公司的老板们 都会觉得其实在员工管理方面 其实蛮suffer的 但是你竟然是用无为而治的方法 但是员工却可以有相当好的一个产值 其实我觉得这除了你有世人之名之外 其实运气也是有的 或者是也许你带领他们的方式 让他们觉得很comfortable 然后知道说其实在别的地方 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对待 那这个时候员工的留下来的意愿当然会提高 讲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恭喜你 不过另外我觉得财务方面也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部分 听说你曾经因为财务这个方面觉得非常的辛苦 非常suffer 对啊 因为我不太会去管理财务的事情 然后其实创业的过程中啊 因为我本身比较不会怕辛苦 可是我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勤款 所以我每次很辛苦的做完案子之后 我不太就是不太会掌握那个勤款的一个技巧 所以客户客户有时候那个款项 因为我们是接案嘛 所以要验收之后完成验收的动作才能勤款 然后这这一段是让我觉得创业里面最最伤脑筋 然后而且好像得花一辈子去学习的功课 哎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身为一个企业主 他必须要去学习 否则你就有很多做白工的机会了 难道你没有办法在合约 或者是在一开始执行的方面 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司 他可能会有一个预收的款项 就是可能预收多少才开始动作 这个部分是你没有办法去启齿开口的吗 我们其实一个案子接案的时候 会有定金二期跟尾款 那尾款的部分是总验收的部分 那在一个举例好像一个工程在验收的时候 他要点交 那这时候点交有很多的技巧 比如说客户可能觉得一句话 一句话或者是一个banner 那地方还在修改 他就还没有验收 所以他就还没有办法接案情况 那因为我们也 我本身也比较完美主义的个性 那以前我是很认同说 对这个还没有改好 所以不能验收 所以就要改到OK 所以我有时候往往可能 一个banner或者是一张活动页 那那个地方就会 卡两个礼拜 因为我们改好客户还要再确认嘛 那不OK他要可能重新提供图片 或者是重新确认这个产品的一个摄影 要不要重拍 那所以这里就会是一个瓶颈 所以都是有一些状况就是 在财务的调度的部分啊 如果因为我们刚创业的时候 没有什么资金 然后也没有周转金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那时候就会不如上班 因为上班你可以预期说 你要就是收支你怎么安排 可是接案 那时候刚接案的时候 其实有点青黄不接这样子 然后还不太知道 怎么去处理生活上的 这种青黄不接的事情 只能自己省一点这样子 那你现在已经克服了 这方面的困难了吗 有进步 你会不会去上一些 财务方面的课程呢 我在这一两年有开始 学会怎么去管理现金流 跟结案的技巧 跟客户去协调沟通 那个真的也是一个 可以学习的事情嘛 因为上我这个节目 有一个也是蛮常来的来宾 叫林修和先生 他也是个创业者 然后他27岁 他已经成功地创立了 他的第三个公司这样子 他每次来都在讲现金流概念 其实我也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我就觉得说 其实每个创业者 他必定是有他的拿手绝活 他有他自慢强项的地方 他才有办法去 去做这个事 比如说像您 你可能是企划能力好 但是以林修和先生来说 他可能整个财务的周转方面 他是很厉害的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像BetterMe这个节目 因为他有很多小资本创业 甚至是无资本创业的老板 来上这个节目 可以大方地分享 他们今天还可以survive的秘诀 我真的深深地感觉到说 其实在未来的这个 应该是说整个经济环境之下 因为越来越紧缩 那反而是像你们这样子 可以一条龙服务 而且收费是属于比较合理的状况之下 是比较多人可以去负担的 这样子的企业他有更多生存发展的空间 但是也许在财务 在收款这个方面 可能上一条还要多多的加强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